小姐 你怎么搞的 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新来的 我这儿裙子很贵的 你赔不起的 对不起 你们饭店什么服务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小姐 你烫的都湿透了 嘉雪 你怎么回事啊 这么多小心 把客人烫了怎么办呢 快去 拿块毛巾 拿块毛巾给客人擦擦 快去快去 你说怎么办 真不好意思啊 小姐 烫着你没有啊 烫不烫的问题啊 这个裙子怎么解决 刚才那位啊 她是新来的 下面呢 有我来的您服务 您先喝点水 消消气 千万不要影响心情 好不好 我肯定会问您解决的 来 我来给您加水 总经理 这位小姐实在不好意思 您没烫着吧 您看这样好不好 您的洗衣费有往处 而且这顿饭帮您免单 不好意思啊 开轮 照顾一下 好的 先生 不好意思啊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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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这个不是我平时看到的李佳萱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啊 又笨又蠢呢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我知道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你看您 我年轻 我漂亮 应该对自己有自信 小姐 来 去看看那个 真是差不多了 快去等会儿了 好 那我先去啊 德叔 麻烦您啊 再给充衣做一份清蒸食鱼 怎么了 你做 你做什么呀 那个新来的服务员李佳萱呀 服务的时候 不小心把水 撒客人的菜上了 撒完呢就哭着跑了 林总啊 交代重新再给客人做一份 给大姜 哎 重新去蒸一份冰鱼 哦 好啊 借一段说啊 再见 走 沙利啊 去找一找 我去 多关心同事 是咱们饭店的传统 那孩子我看得不错 去 去 去 好 你没有看到李佳萱吗 没有 没有 吃了呀 佳萱 这是我第一次出来自己工作 我很想证明自己 也这么给我爸爸的 可是现在 我觉得 觉得自己很没用 其实每个人都会犯错 都是在错误中慢慢地成长 我现在觉得压力很大 是因为你爸爸 是因为你爸爸 他跟别的父亲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天井下没有哪个父亲 是不疼爱自己女儿的 只不过爱的方式不同啊 hag 也没消 nerve 好 接我一分钟好吗 好 好 现在 那 这 那 一 写什么呢 客房部整改计划 总经理不是说了吗 我们要开源节流 虽然我们客房部开不了源 但是可以节流啊 从每一个毛巾开始 行啊 乔经理现在会低态环保了 七月六号 今天七月六号啊 那后天不就是你的生日吗 是啊 你又老了一岁奔三喽 你也有今天 生日打算怎么过 不过了 怎么能不过呢 女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两个日子 一个是情人节 一个就是生日 最近大家忙着饭店的事 算了 低调点吧 和李登市长 你们怎么办呢 好久没听到你们的动静了 正好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你们 泽凯呢 好 Alan 泽凯啊 我不是让你没什么事 别来饭店找我的吗 这个地方很隐蔽 没关系 饭店的贵宾区 全部都有设计的 没辆进出的车辆 都会有记录的 没所谓了 这家饭店早晚都是我的 这就是饭店里面 所有股东的资料 搭钩的是我们要收购的对象 不错 当初几个大股东 我已经找人联系了 很快就会有消息 好 我说兄弟啊 你做事我就是放心啊 我跟你合作是为了钱 这也则开 我说兄弟啊 这一次我们是志在必得 我已经切断了他们的一切后面 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跟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打好招呼了 他们从现在开始 但是甭想带断你一切 我说兄弟啊 你要加快收购的脚步 时机不对 我们应该放慢脚步才行 为什么 有没有听过市场上活鱼要比死鱼值钱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现在把他们资金切断 就等于把他们变成一条死鱼 现在 他们那个温泉度假村项目 也差不多了 如果他们建成我们这个地区 最大的温泉设施 到时候我们再找一个适当的机会 把他们买下来 这等于拿一条死鱼的钱 买了一条活鱼 说得没错 行 就照你说的做 好了 你们接着忙 我先走了 什么死鱼活鱼的 艾伦 我们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帮他尽快地收购这家酒店 拿我们的钱走人 就这么简单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打猎的时候 如果你一旦看到猎物的眼睛 你就开不了枪了